而主播觀眾朋友們午安 我是今天的網路大聲工特派原語心 在全台的三級警戒一再的延長之下 這疫情的數字的確是持續的下降了 不過呢大家全民減少外出呢 也影響到衝擊到了全台的民生消費產業 而老東部就做了一個最新的統計結果出爐 可以看到全台呢 已經有900多家的業者在放無薪假 而當中受影響的人數更是突破萬人之多 而在其實在這一週內呢 就有300多家的業者 是在這一週才開始放無薪假的 影響的人數更是接近了4000人 而當中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這餐飲業 還有住宿業 這一週之內就暴增了2000多人在放無薪假 而就經面對這波突然來襲的無薪假大海嘯 業者們該何事何從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部分業者他會選擇在這時候無薪假 就是減少人資的開銷 那可是其實這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為員工他沒有正常收入 他生活就會變得很辛苦 那他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那這些暫時無薪假的人 他是否有做過統計得到補助 或是紓困貸款的部分比例有多少 那或許一些目前沒有收入的人 他為什麼得不到補助 不管他是三級去延長還是解除 我覺得應該在這個提前做好有效的開放 就算之後三級解除也必須要做人流的管制 跟用餐的限制 而其實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全國就已經有很多產業都受到了波及 不過在這三級的防疫警戒之後呢 是禁止內用的 因此餐飲業更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像是雖然有很多店家都轉型為外送 或者是外賣外帶了 但是呢 這收入遠遠不及於支出 像是有龐大的電租 人事費用或者是水電費用等等 這些收入呢 頂多就只能微微的止血而已 另外可以看到在住宿業的部分呢 要是他們沒有轉型為防疫旅館的話 可以說是幾乎零客人來上門的 而其實呢 全台除了餐飲業和住宿業之外呢 這產業之間是息息相關的 上下游勢必都會受到波及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在批發零售業 或者是服務業 運輸產業 其實都有受到影響 這個無薪價的比例也是在上升的 另外像是在醫療保健產業 其實呢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因為在這疫情當頭之下 大家其實是比較不太敢外出 就連這個非急迫性的看診都減少了出門了 像是牙醫或者是醫美產業 醫美診所或者是像是復健保健的診所 也隨著大家看診次數的下降之後呢 這無薪價的比例也是上升的 因此在這同島一命的情況之下 大家是更應該要齊心的來抗議 也期望這疫苗施打率普及之後 大家可以逐漸的來恢復過往的正常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的網路大聲工 我們將鏡頭交還給棚內出播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 voodoo voodoo